总之就是非常可爱终于迎来了女高篇 男主竟在刘老师的请求下 来到女子学校交起了编程 不仅收获了一大堆的小迷妹 而且还认识了美女校长 占有欲极强的小思之道后 失足的表情更是可爱到爆炸 就在刚刚 刘老师突然造访 打着推进数字化教学的旗号 想请男主去他们学校当编程老师 于是在刘老师的一番劝说下 男主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女子学校 讲台上 男主让底下的同学向自己提问 结果全养同学上来就问老师多大岁数 当得知男主今年才刚满18岁 底下的同学都震惊了 班长见状拍桌起身 让大家都安静下来后 红同学举手想知道老师明明只有18岁 为什么无名纸上却戴着戒指 这下教室理事真炸开了锅 一旁的刘老师不管怎么说都安静不下来 就在班长放弃治疗的时候 教室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一般老师的出现再次让教室安静下来 就这样男主开始上起了他的第一节课 而在浴室帮忙的小思 想象着老公在女高当老师的场景 不由得有些担心 毕竟那里全是年轻的女孩子 但一想到自己的老公不是那种人 小思又瞬间冷静下来 他反而担心男主会不会被同学们调侃 到了课间 男主来到楼下休息 结果红同学跟过来 想咨询男主一些恋爱问题 文言男主表示 最好去问同为女性的刘老师 但红同学却说小柳根本没恋爱经验 并说像男主这样年龄相仿 又懂女生心思的男生 其实是很少有的 既然如此 男主只好尴尬地 让红同学说说他的情况 红同学表示自己的男朋友玩了成性 就算去他家里做客 他也只会照顾别的女人 而且换女人比换衣服还勤快 文言男主这才知道红同学说的玩乐指的是这个 他只好让红同学先保持现状 毕竟有红同学这么可爱的女生主动接近他 他或许只是在害羞而已 既然老师都这么说了 红同学只好暂且选择相信 隔天周末小妖找到男主 询问男主去女子高中教书 小四会不会嫉妒 就比如换位思考一下 假设小四要去男子学校当女仆 男主会不会有意见 文言男主来了兴趣 不过他实在想象不出小四嫉妒的模样 于是到了晚上 两人手牵手在公园里散步 男主本想说些让小四嫉妒的话 但他又不想让小四太过担心 最后只好表示学校里没有可爱的女孩子 可男主的反常行为反而让小四起了疑心 认为自己的老公是被女高中生的魔力给迷住了 ちょ、司翔 僕、僕は君以外の女の子に興味ないんだよ あ、ふーん、そうなんだ じゃあ、なんかそういう感じのやつ囁いて えっ、そういう感じのやつ? あ、うん、分かった じゃあ、愛してるよ、司翔 空の? 空の? えーと、じゃあ、可愛いよ、司翔 それから? 司翔ちゃん大好き どこ? 司翔ちゃんだけが僕のお姫様だよ うん、もう、ここまで言うなら とりあえず、打ち帰ろか 第二天来到学校 男主自己写了个系统 总结了一下学生对于编程的认知程度 结果成绩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一旁的校长听后也是头疼 不过听到这个系统可以对学生掌握的知识进行可视化分析 并且还能用在别的学科 校长瞬间来了精神 于是他把刘老师叫到一旁 なにあの子、天才じゃん、ただの野生の天才じゃん 彼に手伝ってもらえれば、我が子は都内一家、日本一の女子校になります いや、でも、ゆさき君はただのボランティアで、何言ってるんですか、柳木先生? ゆさき先生は、我が子の特任教師じゃないですか? えー、特任教師!? 就这样男主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特聘教師 不过再回去的路上 一间教室的黑板引起了他的注意 进来后才发现黑板上竟写满了前往月球的算式 但聪明的男主却发现了一点小问题 接着他便在黑板上补上了保证能回到地球的答案 而男主的所作所为刚好被灰夜看在了眼里 于是晚上回到家 男主正在和小四打情骂俏的时候 おーっとそこのお二人さん いちゃつくのはそこまでにしてもらおうかしら あ、くれないさん? 由奇和小四真的是玩得越来越化了 为了哄老公开心 小四竟穿上了女高的校服 躲在阴暗的角落和男主挽起了接吻 こら、変なとこ触らないの? 这天小林突然找到前台工作的小四 表示男主可能已经被女高的学生迷了心窍 毕竟高中的女生都非常可爱 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为了夺回男主的真心 就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说着小林不知从哪拿出了女高的校服 请求小四立马穿上 这样一来一定能把男主迷得神魂颠倒 然而小四却说他之前穿过校服 所以他觉得换上了也没有效果 但小林反驳换装不论玩多少次都不会嫌多 于是在他的一番软模硬泡下 小四只好答应了小林的请求 与此同时另一遍 男主和小药还在聊着学校里某位学生很厉害的事情 也就在这时小林走了过来 提醒男主是不是该和老婆去购物了 并表示小四已经下班 现在就在屋子后面等着男主 闻言男主也没怀疑 说了声谢谢就向后面走去 来到后面的男主刚想打招呼 可看到穿着校服的小四后 他害羞的简直快要爆炸 夸小四非常可爱的同时 询问老婆这样穿着去购物真的没关系吗 听词小四表示肯定会害羞的要死 既然如此 男主提议就在这附近散散步 见小四如此抗拒 男主赶忙解释不是老婆想的那样 随后邀请小四来屋子后面偷偷地拍 可在这么昏暗的地方拍照 小四觉得更可以了 じゃあやめとく うーん 司司さんがいけないんだよ そんな可愛い格好するから だって 梅沙君が可愛い女子高生に囲まれてるかと思うと 少し不安になっちゃうんだ 当尤其和老婆亲热时被学生看到会是怎样的场景 这天男主和小四喝茶室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尽是白银同学发过来的我喜欢你 虽然对方立马就撤回了 但小四却不管这么多 第二天来到学校男主在走廊上遇到了白银 于是在对方的请求下两人来到教学楼后面 白银上来就解释自己昨天错发了消息 为此他非常抱歉 他想让男主教教自己怎么恋爱 原来大约在两个半月前 红同学的男朋友由于一直窝在家里打游戏 他找到白银一起去劝说 但不管怎么敲门对方都不出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男人出现了 他一觉踢开家门将对方从里面拽了出来 随后二人直奔河边展开决斗 最后都筋疲力尽当场和解 自那之后 红同学的男朋友重新去上学了 而那个男人的帅气让白银一见钟情 事后白银和对方互加了好友 但那之后他们并没有联系 所以错发的消息 也是白银摆弄手机时不小心发给男主的 听了白银的诉说 男主很懂他现在的心情 因为他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在思念着小思 所以男主表示会支持白银的 既然如此 白银希望男主帮自己向那个男人告白 回到家后 男主将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讲给老婆听 他希望小思帮自己出出主意 毕竟自己并不太懂表白之类的事情 他是那样的 好事旦那様 恋爱是常常人组能的 他们将会账到贸得的 那样的争备 那样的吗 什么事 所以我们必须要要致呢 那样的 信息 识信息 那样的 所以先许信息 相手要从新的观点 相手从看来看来不着 一切ポイント集成 以来这些�爱 一定会想吃之后 但这当然很嫩的 就这样男主将小丝说的战略复述给了白银 于是白银决定放学后就去试一下 与此同时另一边 银河路过大狱场时 听到小玲和小丝正在谈论着被人关注的事情 于是他提醒小玲吸引太多人关注可不会有好事 因为他最近总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 这让他浑身不自在 觉得是有人想取他的性命 但小玲却觉得是自我意识过剩导致的 他认为像银河这种操汉子 盯上了也没有任何好处 既然如此 银河让小玲跟着自己去一趟外面 他要证明给小玲看确实有人跟踪自己 于是两人来到街上 可走了好长一段路都没有动静 银河觉得是因为有小玲在旁边 所以对方有所警惕 他决定一个人待在又窄又暗的地方 引那个人出来 而银河走进去后刚好被白银看见 看到这么好的表白机会 他随即鼓起勇气也跟了进去 白银的表白银河并没有听见 看到对方又要离开 他大声地将喜欢你喊得出来 听到突如其来的告白 不懂恋爱的银河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这让白银直接蒙圈 到了第二天 男主照常去学校教课 感到寂寞的小思 逆想到老公被女高中生团团围住的场景 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胡思乱想的他实在忍不住 来到学校查看老公的情况 结果一下就被出来的男主发现 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男主竟和小思亲热了起来 我只想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只想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学校的近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新婚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好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女高篇 这天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小妖为了教小思怎么向男主表达爱 竟来的波亲自知道 考虑到过于直接小思一定会很难为情 于是小妖又换了种方式 这天小林没事又找到小思唠嗑 她觉得小思对男主表达爱意的方式太平淡了 毕竟尤其会把爱意全都表露在脸上 而小思的表情却看不出有多喜欢男主 所以既然是真心地喜欢对方 就应该努力地去表达 于是在小林的蛊惑下 小思真就决定向老公表达爱意 不过由于太过害羞 她实在开不了口 最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小思问老公喜欢自己的哪一点 文言男主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小思身上总是香香的 然后就是被抱住的时候 会露出一些男贪的表情 还有那纤细又美丽的手指什么都会 说着说着两人又吻到了一起 隔天小林又找到小思 询问小思有没有将爱意表达出来 而小思却反驳小林根本不懂夫妻 因为真正的夫妻是能做到心有灵犀的 所以就算不说出来对方也能懂 结果这话被一旁的学生们听到 他们严重怀疑小思病得不轻 并表示小思要是觉得说出来很难为情 那或许可以用态度来表达爱意 就比如穿色色的内衣来诱惑老公 毕竟倦怠期的夫妻是很需要刺激的 文言小思害羞得快要爆炸 赶忙表示他和老公可不是倦怠期 而且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 用不着外人在这下起哄 说着小思就将几人赶进了浴室 到了晚上 小思还是忘不了同学们给了意见 于是他让老公来到自己身边坐下 命令对方闭上眼睛后 敬一口吻了上去 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让男主激动得快要爆炸 不过更刺激的还在后头 两人在原地呆愣了两秒半 最后小思傻也没说就躺进了被窝 而发生这样的事情 男主兴奋得根本睡不着 没懂意思的他还以为小思是想让他亲眼去看 隔知情况的小摇为了帮助小思 他尽请来了同班同学向小思做起了示范 考虑到过于直接小思一定会很难为情 于是小妖又换了种方式 不过来的 大体 ね? これなら一口裸っすよ 確かに一口裸ではあるな 人間素直が一番す ん? ハーゲンの無料券す アイスでも食べながら 思いを伝えるの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すか あ、ありがとう こんしか ficou うん ん Skakawa たすみ ん ちょっと 決って ウイ iana 连续接吻过后 小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做过头了 此时的他害羞的快要爆炸 而男主也被吓得呆愣在原地 虽然已经结婚 但他好想再跟小丝原地结婚一次 想到这里 男主喊小丝转过身来 可现在的小丝实在太害羞 根本就不敢看老公的脸 然而男主却表示没有关系 因为他就是想看看老婆害羞的模样 于是他没经过同意 强行将小丝转了过来 我 好了 だから変な顿だって そんなことないよ 塚沙ちゃんはいつもとってもかわいいよ 旦那様 大好きって言われたこと とっても嬉しい 僕も塚沙ちゃんのこと大好きだよ 到了晚上 男主梦到了遥远的过去 那是一个令人怀念又悲伤的梦 梦里男主来到了古代的日本 在这里男主当上了皇子 而且还遇到了穿着古代服饰的小丝 但小丝听到男主喊自己小丝却一脸疑惑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随后扯开话题说了一堆难懂的话后 男主就突然醒了 起来的他莫名其妙地流下了眼泪 而发现小丝不在自己身边 男主赶忙冲出房间 看到小丝就在前台帮忙 他这才放下心来 殊不知今早小丝也做了一个令人怀念的梦 那个梦是遥远的过去 是已经结束的漫长旅途的记忆 在此之后 大丈夫?旦那様? あ、えっと 怖い夢見た 可愛いかよ あははは あ、あ、あ あ、あ ちょ 那沙君? あ、あ これは竹取物語の続き 月へと帰るかぐや姫を取り戻し めでたく結婚できた 夫婦の物語である